好 昨天消息立刻來看一下 俄羅斯是不是要對基輔再度進攻了呢 根據法新社剛剛等外媒的最新消息 烏克蘭的首都基輔市長稍早 透過了Telegram宣布 這個基輔緊急34小時的消禁 而且這個基輔的市長是呼籲民眾 立刻到避難所去避難 好 突然宣布的這個消禁時間 預計從當地時間21號晚間8點開始 現在在烏克蘭當地時間是中午的12點 所以呢 從他們今天大概是還有8個小時之後 晚間的8點開始 一直要消禁到23號的上午8點為止了 而且呢 這個基輔的市長還強調 他說民眾如果沒有安全許可 是禁止在城市之內自行活動的 要民眾趕快到避難所去避難 好 這是剛剛收到的最新消息 但是究竟為什麼要緊急宣布消禁呢 那麼目前烏克蘭方面並沒有對外來說明了 那麼目前為止 戰士今天已經達到第26天了 俄羅斯的國防部在剛剛也宣布了 他們說呢 他們以高精準的武器摧毀了 位在烏克蘭西部的一個叫做洛夫諾的地區的軍事設備 而且 俄羅斯的國防部還說 他們這一回又殲滅了80名的僱傭兵 還有一些烏克蘭的激進份子了 那麼他也特別提到他們採取的方式就是用空中攻擊 用巡弋飛彈的方式喔 直接命中烏克蘭的軍事設施 但烏克蘭方面呢 目前還沒有證實這個消息 好 那戰爭打到現在呢 恩務雙方都開始請傭兵來幫忙打 尤其烏克蘭的總統澤倫斯基有多次呼籲 趕快國外志願者趕快來幫忙 不過 美聯社報導 再強調一次 這是美方美聯社的報導了 他說呢 響應而來的這些外籍的志願軍 他們到了烏克蘭之後發洩 經常要等武器配發下來 他們要去打仗 但是他們沒有拿到武器 甚至連受訓都還要等人安排 讓這些外國的僱傭兵呢 他們覺得好像是赤手空拳的 另外還有志願軍呢 告訴這個美聯社 他們說很多人一槍熱血要來幫忙打仗 但是從來沒有受過軍事訓練 甚至連槍都沒有拿過 再加上語言不偷 所以呢 他們有些志願軍覺得 這情況真的實在是太扯了 放久了 好像你就不知道 誒 擔心它的效果會遞減 那有了這台機器之後呢 就不用擔心 它只要把這個倒進去三分鐘 三分鐘 就會生成四公升的 水神 四公升很夠用了啦 真的 那這一組呢 大家掃這個QR Code 進去就可以看得到 已經開始上架囉 就算好驚發那個